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别是善于抽筋波谷的光头哥 还有阴狠毒辣的小谷 还有武士打扮的飘柔哥 好了 影片一开始 一个少女被阎魔爱拉入了地狱 她是个笑话 经常欺负学校里的女同学 这天她又带领手下殴打一个可怜的女孩小美 将她一把磕在了钉着铁钉的柜子上 小美受了重伤 容貌受损 她不堪其辱就给地狱少女写信 看来这地狱少女也是与时俱进 通信手段也经常改善 果然笑话女当着小美的面凭空消失了 然而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 你在报仇以后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那就是你也要在死后面对同样的命运 不能往生极乐 只能在地狱徘徊 小美就这么的担心了54年 54年后小美变成了美奶奶 她患了重病因病去世 紧接着地狱少女就出现带走了她 画面一转 故事正式开始 女主爱子是一个普通的高中女生 在学校也免不了被一些小太妹给欺负 她很喜欢地下乐队的主唱 一个叫魔鬼的歌手 这天在魔鬼的演唱会上 爱子投入地听着 不料却遭到了一个流氓的猥亵 她是敢怒不敢言 就那么默默地承受着 这时一个潇洒的女生出现 一把就将流氓给打倒 这个女生叫小咖 也是魔鬼的歌迷 就这样两个陌生的女孩成为了好闺蜜 凡是魔鬼的演唱会都要去捧场 这天 演唱会上 魔鬼乐队的立名歌手珍珍突然被一个狂热的男性歌迷 猥琐哥冲上台 用刀划烂了脸 珍珍是被严重毁容 舞台生涯就此终结 出院后的珍珍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门 这天 她在浏览网站时看到了关于地狱少女的传说 而发帖的正是帮助她制服凶手的摄影师小帅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珍珍在午夜十二点登上了地狱通信软件 并写下了猥琐哥的名字 接着她按下了回车 转眼间就被不明力量拖入了黑暗的地狱 接着她化作了一条蛆虫 然后结成勇 最后破勇而出 出现在了阎魔爱的面前 阎魔爱递给了珍珍一个稻草人 说只要解开了稻草人身上的红绳子 就意味着和她建立了契约关系 珍珍的仇人将饱受痛苦的滋味万劫不复 但珍珍死后也会经历这一切 同样被困在地狱不得超身 至于怎么选择 由珍珍自己决定 说完一阵电光火石之后 珍珍回到了现实中 看着眼前的稻草人 她知道这一切不是梦 此时她还没有下定决心 是否与阎魔爱建立契约 转过天 被告律师带着韦佐哥的悔过信来探望珍珍 但信的内容却特别的应付和傲慢 这让珍珍非常的生气 于是珍珍叫来了摄影师小帅 记录下了她和阎魔爱建立契约的过程 接着珍珍解开了红绳 稻草人瞬间飞升 然后飞到了空中化成了灰烬 与此同时 在牢房里睡觉的韦佐哥被阎魔爱的手下小谷唤醒 看着小谷可怕的面容 韦佐哥发出了惊声尖叫 接着光头哥走进了牢房 宣读了她的罪行 然后韦佐哥被带入了地狱 当着阎魔爱的面被飘柔哥砍掉了脑袋 而在现实世界中 韦佐哥就这么的在牢房里神秘的失踪了 几天后 一脸憔悴的韦佐哥母亲家婶 来到了珍珍家忏悔 珍珍告诉她 你的儿子已经下了地狱 想要知道真相 就去网上搜索地狱少女 呃 这珍珍怕不是被猪油蒙了心了吧 接下来的日子 珍珍在朋友的鼓励下 重新振作了起来 主唱魔鬼歌给她重新进行了包装 以神秘鬼魅的模样重新出道 并通过网络直播造势 再次火了起来 随后在珍珍复出的第一场演唱会上 阎魔爱突然现身 她说自己受人委托 要将其带入地狱 而委托人正是扎实 珍珍这才想起 那天自己做的蠢事 站起身就要跑 却被阎魔爱直接带入了地狱 而在现实中 魔鬼看到珍珍的样子 胆忙追了过去 却发现珍珍凭空消失在了走廊的尽头 转过天 扎婶来到了珍珍父母的家 告诉了他们真相 想让他们也体验一下失去孩子的痛苦 接着她掏出了一把刀 让他们杀了自己 还没等珍珍的父母反应过来 她直接拿起刀就抹了脖子 画面一转 由于珍珍莫名其妙的失踪 为了演出继续进行 魔鬼对二号主唱进行了海选 她的死忠粉爱子和小咖自然是报名参加了 小咖因为嗓音的条件优异 被魔鬼选中 开始了强化训练 可这魔鬼却无故干涉小咖的生活 还洗脑小咖让他和爱子断绝来往 而爱子并不知情 看着日渐冷淡自己的小咖 还主动的嘘寒问暖 而小咖认为爱子接近自己是别有用心 是为了取代自己 于是对着爱子暴打一顿 而爱子由爱深恨 他半夜12点登陆了地狱通信软件 和研磨爱建立了契约 转过天 魔鬼和小咖第一次合作演出正式上演 场面是极其的火爆 小咖真的成为了梦寐以求的大明星 时之这时 天上掉下了一个钢板 将小咖直接砸死 在众人的错愕中 魔鬼仰天长笑 呼唤研磨爱的名字 原来今天的一切都是他策划好的 向魔鬼献祭的仪式 小咖就是他献祭的祭品 接着魔鬼跪在研磨爱的面前 说自己是他的忠实信徒 而研磨爱冷笑一声 让对方死了这条心 自己根本不会满足他的任何要求 而等待魔鬼的只有地狱 话音刚落 小谷光头哥和飘柔哥就出现 对着魔鬼使出了浑身的本领 打得他是勇士不得超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画面闪回 原来在钢板掉落了一刹那 爱子冲上去救了小咖 而被砸死的其实是魔鬼 影片的最后 爱子和小咖似乎是重归于好 他们坐在阳光下的草坪上 畅想着美好的生活 忽然几只鬼手 一把将爱子拖入了地狱 在小咖诡异的微笑中 影片到此结束 怎么说呢 真人版感觉平平无奇 但原著动漫和漫画还是挺不错的 尤其是那几个地狱少女系列的BGM 真的很好听哦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 大家晚安哟 请访问 Lindsey